谷原理目的 词的本意是开辟谷谷道 开辟与恩为之间的关联 有了心法在辟谷过程中不纠结 不怀疑 完全没障碍 辟谷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 很多人这足于像 利于像 也可以 但辟谷辟谷的意义不大 辟谷是开辟与恩为之间的通道 所以辟谷必须有大愿 辟谷如没有大愿 就在中间一个层次 会障碍 光减肥不行 减肥是着眼于像 作为一种尝试也可以 第二 辟谷是在高维时见场域空间 是心法 是你的面在转 内在要偷 说万法必归于心法 万行必归于心形 我们表象所有的行为 如果心没有跟上 那些行为往往意义不大 辟谷在此就是验证本字具足 辟谷过程中不断验证本字具足 你根本不需要外求 你内在本字具足 一切智慧 一切你想要达到的像 能达到的像是以你愿力和正信得到的 你相信本字具足 与你内在本心关联 这才是所谓信为道源功德母 你才能真正跟你的源头连上 还得有愿 你这个愿是什么愿 你在三维空间里的愿都不是大愿 在宏观的都不是愿 如长寿 这都不是愿 活千岁 万岁也不是愿 愿只有在金刚经理的愿才说得 很通透 虚菩提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这段说的是什么呢 是问佛祖 你嘱咐这些智者们 菩萨们怎么来互持 佛祖说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这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大愿 翻译成科学语言 就是把意识定到N为 N区域无穷大 你的意识只有那一个方向 中间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像 所有的觉受都是过程 你就不会在中间任何一个过程 任何一个像 任何一个觉受上执着了 但是你一遇到它就知道 它是一个助缘 它是一个验证 阶段性验证 这就是大愿 然后行就是心行 随时觉察 其实壁谷期间给我们最大的觉察 是从身体上随时能产生觉察 心一旦产生怀疑 你马上就能看到舒服不舒服的状态 或者身体的一切反应 随时觉察 且能随时觉察自己意识体系里不通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人壁谷时 会把老病掉出来 但往往我们不懂 出现这些病症有人就开始恐惧 其实这时候是让我们的意识去觉察 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那个状态 每一种不舒服都对应我们形式里的一种特征能量 你去觉察那个特征能量里有不圆满 不圆满是因为有账 那个账一定是认知 把那个认知观照颠覆 这是壁谷期间完全可以做的 内观 而且随时观照 随时跟内在高维空间关联 那些持咒 祷告 念经 这些都是来自高维的 每个字在这儿 形成这些字投影的能量在这儿 经文都是来自高维 你看见这些经文时 就是跟高维连接 你读的时候 你的耳根被色受 然一只相识 你的鼻根被色受 你从下腹部发音 你振动时整个身体被色受 所以眼耳鼻舌身一全方位被色受 所以壁谷时诵经很重要 比打坐还厉害 是全息能量共振系统 这就是它的形 再一个就是证 你在任何一个状态下 用你的执心去验证 用执心做引导 你可以给自己定阶段性目标 这件事做成了 帮你验证本字具足 如没做到 马上觉察我的什么认知 让我产生障碍 你把那个认知一颠覆就成了 直接验证入室心法 所以壁谷是高密度的在现实中的高维实践 是一种特别高密度的修炼 这就是壁谷心法 另外壁谷的时候实际上还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物理身体 生物身体重新做出实化 就像电脑 我们这个高密度活性生物电脑 重新做出实化 电脑出实化后第一件事是直 入正版软件 什么是正版软件 这里一定要分清楚 只有让我们彻悟的那些指令 才是正版软件 让我们获得功能 获得觉受 获得图像的那些软件系统 是服务软件 所以核心软件系统 你在原程序 原代码里植入的一定是正版软件 正版就是彻悟 是N为 N区域无穷大 大乘佛法里的涅槃寂静 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 基督思想的与神同在 不管你是哪个门派 你都能跟你内在关联 这个通道是随时畅通的 壁谷完成后 要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 持续软件升级 你这一次升级一次 下次再升级一次 就持续升级 它会成为常态 这就是壁谷的心法 你有了这个指令系统后 你不退化 你会因怨力产生内在巨大的动力 怨力 真正大怨的人在三维空间没大事 立武台山壁谷的朋友 21天时 痛风到站不起来 所有骨头变形 但咽血时所有指标都正常 继续壁谷7天 30天后就全好了 人轻了30来斤 我为了证明壁谷的科学性 它跟科学高度吻合 当时在壁谷前研究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 M等于M0根号下要V2C2 C是运动速度 C是 我们在研究这个公式时 永远想的V是小于光速的 谁 都知道光速是三维空间的速度极限 V是大于光速下 根号下变成负值 根号-1在数学里是I 是虚无 我们研究空间Vxy 这说明什么 它代表的是波动属性 当超越光速后一切都变成能量波 那这个波叫什么 我称它为超光速宇宙能量波 我们宇宙中充满超光速能量波 只是我们只能觉受觉知到光速以下的能量波 一般光速以上的能量波 我们是觉受不到的 我们眼耳鼻舌身只能觉受光速以下的能量波 但我们会经历超光速能量波 这就是我们的意念 太阳光到地球八分钟 可我们人想马上就到 大部分人是不会用意念波 意念波跟能量波是一种属性 50瓦的灯只能照明 但50瓦的激光能切割能打造 当一人会调制自己的意念波时 让它产生同频 它可以任意选择波段振动频率 来形成我们同一个宇宙中的超光速能量波来减震 形成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能量 可以任意生成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营养呀 只要频率对了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如隔空取物 我们这个空间全是意识创造的 全是观测者自己的认知投影出来的实相 所以量子物理实验的实验结果 与实验人的意识相关 我们看到一切都 与自己的意识相关 这就是万法由心向由心生 好 当我知道这件事时 那我知道我可以验证我不吃饭 依然能获得宇宙能量 同时身上的某些部位肥肉呀 不需要 我只要加速就可以离开我的身体 很多人以为是饿出来的 完全是意念 我闭谷第一天24小时内减了14磅 还在不断喝水 所以这不是饿出来 这完全是你的意念 可你的意念跟频率相当 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意念带有功法 你排毒时站桩来个意念 这个法力很强 一般人站桩是自然站法 闭谷期间那个意念强 站桩期间要尽量的蹲 闭上眼睛 想象从宇宙间进来最清净的水 清洗自己的身体 清洗所有不需要的东西 观想最干净的水 就像一根管子一直洗 用你能想象的意念大脑 鼻腔 各种器官来洗 最后从脚底涌泉穴打入地下 然后第二遍 第三遍 蹲洗三遍 八分钟内 蹲到大汗淋漓 两腿像麻辣烫纸打哆嗦 还得加上往下压的动作 如果中间断了得重头洗 洗完三遍后 想象你最喜欢的光照进来 照亮你所有的器官 想象你的身体就像一个透明体 光照进来 然后哪些地方需要补能量的 哪些需要清理 如胃不舒服就天天洗 而 且要想象从脚底涌泉穴打入地下 这叫法力排毒妆 不是一直做 一天做二至三次就行 打坐时身体无压力 没有效果 这个浑原装加一念八分钟 比一个小时还厉害 二十四小时三遍 只做八分钟 我第一次壁鼓 第一天十四棒就没了 关键是毫不费力 我们学到的科学系统 跟这个毫无障碍 我们只要产生丝毫的怀疑 马上效果就打折 所以我的第一次壁鼓 给了我两个非常重要的验证 第一 理论在现实中是可以实践的 第二 当我们通用的科学理论 跟任何一个修炼的理论不矛盾时 所有的修炼效果急剧提升 这个比那个还要大 这就是壁鼓心法 第二个科学原理 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变位最高的地方是小成绒毛间 所以小成这个地方是个发电厂 是把固体物质和液体物质转化成电能的地方 红血球是各在流场 它不是细胞 它是器官 没有细胞核 它实际上是带电荷的 它把这个电荷输送到微循环系统 相当于微型电动机 还产生动能 血液系统是个功能系统 这个地方发电的叫丹田 转换固态和液态的叫下丹田 中丹田是转换气态的 上丹田是转换波态的 下丹田相当于烧煤和石油 有垃圾废气 中丹田相当于烧天然气 没有垃圾有废气 上丹田相当于直接用太阳能 没有垃圾没有废气 如果你能直接开启上丹田 用意识能量 获得纯净能量 你根本不需要中丹田 下丹田能量 所以所有的能量体集中在上丹田交流场 是开智慧的到家的一手下 丹田是让我们生活的身体是存在的 是平衡的 是关注生命存在 关注上丹田是关注你的智慧提升 而且关注你的能量纯净度 你会发现打通上丹田的人可以屏息 可以不吃不喝 完全可以做到这点 它纯净 其实每一个丹田没有分别 因为你一手那一点的时候 这叫置心一处 是灵为理念什么都有 它是宇宙全息点 你手后脚后跟都一样 只是一般人不信 你的意念执着于一处 执着于灵为实 那叫丹 就是道德经理手一的意思 所以壁谷时讲这个课 讲心经 讲道德经 讲义经 那时整个人都开了 你自己都能顺着能量场 而且讲不是讲 是调动共振能量场 是调动每一个人跟他相应的 内观的自信临在 在壁谷时内观清静 是往内 因为高维不在外面都在内在 心经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不断进入高维 当你达到般若境界时 是照见五蕴皆空 从高维往低维就是照 看透宇宙实相 从低维往高维就是观 所以观照 照就是投影 所以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一切都是能量波 能量波有干涉时成像就是色 能量波没有干涉时就是空 空性不是没有是一切万有 只是不执着于有而已 我们在所有宗教系统里都能理解 伊斯兰教的摘月 基督教的断境时祷告 全是跟高维连接 高维实践 这个想通了 调理身体 减肥是个助缘 但起心动念一定要放在那儿 闭谷阶段发大愿 闭谷阶段清理 作战略愿景规划